大家好,我是Match,劉炳斌 今天上到數碼電台DBC的節目《月界傾情》那裏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難忘的聖誕節 是關於感情事那方面的 我記得真的非常難忘 講起都上下,我也要繼續講 就是我記得是平安爺幾年前 平安爺那一晚 就想著約了一個女朋友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戲票也買了 知道他喜歡吃雞翼 那我臨之前那兩天就自己弄了些雞翼 想著到大家出到尖沙咀那裏 當晚慶祝的時候就拿給他 因為當日我沒有訂位 那我去了一間茶餐廳之旅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因為這樣發生氣了 然後去到很多人 但其實茶餐廳那裏就是不可以拿自己的食物出來 那我就覺得我不管那麼多 平安爺必須要有個驚喜 然後我就拿出來很開心地說 喂 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然後他就 一早已經猜到 但他很不開心地說 家翼咯 這樣 那我就 非常之生氣了 非常之生氣了 搞錯呀 這樣都不領情的 這樣 然後 我記得因為茶餐廳不給拿東西吃 還有很多待客人在說 喂 你要收回你的食物 然後我就更加生氣了 我說喂 不行的 我現在是想吃自己的食物 當然有些野蠻 但是 野蠻得來 女朋友 她一句聲都沒有出 可能都覺得我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我就更加生氣了 即是覺得你這樣都不支持我 我分明是錯 但你都必須支持我 這樣 之後呢 就很生氣 那麼一食都沒有吃 就出了去 然後呢 我就生氣到大家雞翼都沒有吃 然後整盒 十幾隻 直接丟到外面茶餐廳那個垃圾桶那裏 然後就一路大家走去海旁呢 我記得沿途都沒有說話 那天好逼很多人 最慘的我好不開心 是我買了那張戲票呢 那時候是看那些吸血的那些 好貴的 百多元 沒有了 然後就是這樣呢 各自各呢 就 就 回家了 之後呢 也都 沒有再怎麼說話了 就這樣分手了 所以 我想都非常難忘 不過呢 都不希望發生在大家的身上的 聖誕快樂